或是你在学习的整个过程里面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需要讨论的 可以提出来 有多余的时间就可以多谈谈多看看 有没有同学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没有关系随便聊一聊还有一点点时间 那个各位要记得我们在学习的整个过程里面 你绝对不能光靠每周只上一次课这样来满足 这样是绝对不够的百分之一百不够 你不要说一个礼拜上一次 一个礼拜会上两次也是一样 真正重要 我是比较希望各位养成习惯 每天接触日文 那比较重要 每天接触 看多看少不是重点 但是基本上就是要每天去碰他 跟他建议一点感情 不管你是看字剧看动漫 看小说看什么都好 这些东西都可以补充你自己的养分 要记得所有的所有的任何东西 他都会对你产生影响了 尤其在这些那个练习的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到很多以前所没有学过的剧情 你如果只是看那个国内 那个什么 课内的东西的时候 那是绝对不够 真的不够 那是绝对 先生 你之前在讲 那个瘦瘦动词的时候 刚好那天停电 我想再听一下 那个提阿杰鲁跟提阿杰鲁跟提三四阿杰鲁 那些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有提型跟没有提型 有提型就是别人做动作吗 不一定 那个基本上 它是瘦瘦动词这个部分 那个里面的最大关键是在 动词本身 就是阿杰鲁给这五个字 以及接受 这两个东西比较重要 它字本身 它就已经代表是谁的动作了 它基本上 它已经代表谁的动作了 它已经是确定的 所以瘦瘦动词为什么那么重要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一旦瘦瘦动词 了解了以后 今天我也有计划 要交同学另外一个动词的新的概念 我们对于动词的认知 其实大家都指于 所谓的认为变化会了 就全部解决了 不对不对 还有一大段距离 我今天会跟同学讲 好 我先回过头来看一下 那个瘦瘦动词的部分 我先把这个打开 那个画面分享给各位 你先看一下 这个基本的概念 各位要先建立 今天我有 本来待会儿才要讲的 就是同学们在群组里面 讨论的 那个问题其实都一样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我们在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你所看到的东西 你所看到的东西 不要把它复杂化 千万不要复杂化 我所谓的不要复杂化 就是说 你看到什么东西 你就记住什么东西就好 你所看到的东西 就是最真实的 各位先看这个好了 瘦瘦动词里面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画面而已 这七个字 无论如何全部要背 不用怀疑 就是背 好 刚刚同学讲的 第一个动作就是 标准的句型就是 瘦尼瘦 瘦尼瘦的句型 后面加单纯的瘦瘦动词 瘦瘦动词 刚刚同学提到的是 不用考虑 这个基本上就是给谁 就是给长辈的 就是给平辈 就是给晚辈 所以这个地方他所呈现出来的 动作者 右边这三个 一定是谁给谁 我 我给他们 好 我把这个缩小好了 好 这个基本上 就是把这个复制过来就对了 打在这边 我们去看 好 这个也是一样 我把它复制过来 贴在这边 给你看 你就懂了 好 基本上 这个也是一样 好 你看 这个地方 好 这个是平辈 这是长辈 这是晚辈 奇怪 这边怎么会打成那个 对不起 我修改一下 各位只要记住一个大原则 里面 所呈现出来的 各位所看到的 基本画面 就是这样 好 你先把这个记住 他在 出现 一般的 瘦瘦动词 现在告诉各位的 所谓的瘦瘦动词 基本上就是这几个字 差し上げる 上げる やる くださる くれる くれる 以及いただく もらう 就基本上有一个 得到好处的 意识在 有占便宜 得到好处的 意识在 所以这个概念 很重要 有得到好处的 意识在 就是在告诉各位 就是说 我占了便宜 我得了好处 所以在用瘦瘦动词 最简单的概念 就是 我给别人东西 别人给我东西 我从别人那边 拿到东西 尤其是左边这一块的 全部都是 我得到好处 要特别注意 这边都是 我得到好处 别人给我 给我什么东西 都是正面的 好 我从别人那边 得到 也是一样 所以各位要记得 左边这 一二三四 四个字 全部都是 我得到好处 右边这三个字 是我给别人 东西 所以是 别人得到好处 各位要记得 这三个 要特别小心 我给别人 这个时候 揚げる 背这几个字的时候 怎么背 我上次讲过 各位要记得 从中间这边开始背 因为都是三个音 这三个字 全部都是平背 所以很好记 里面只有一个 记得 另外一个 我跟各位讲过 只要是 哭开头的 全部都是 别人给我 不管 都是别人给我 哭开头 都是别人给我 也就是 足以动作者 是别人 不会是我 剩下的 动作者 全部都是我 所以你看 右边三个 足以动作者 是我 对不对 左边这 三个 实际上 只有两个 动作者 也是我 所以 你就可以 从这边 知道 除了哭开头 的字之外 全部 都是 我 做的动作 足以动作者 就是我 好 刚刚我们 讲过 为什么 揚げる 两个 两个 一模一样 就是因为 我刚刚讲 左边这几个字 这四个字 因为两个 重复嘛 所以实际上 四个字而已 这四个字 都是 我得到 好处 一个是 别人给我 比如说 老师给我 是不是就等于 我从老师那边 得到 什么东西 一样的概念 全部得到好处 都是我 所以 我们占了别人 便宜的时候 我当然要把 晚辈 提升到 跟平辈 一样的 位阶 各位看 我把晚辈 提升到 跟平辈 同样的 位阶 所以 我把晚辈 都变成 平辈 来看待 都用 就这样 这个基本的概念 这样 可以了解 好 再回过头来看 我给别人的时候 各位要记得 这个地方要特别 特别小心 尤其是 在日文里面 你如果有注意 去看日文小说 或是日剧的时候 你注意看 很少很少 用到 我给你什么东西 好像你给长辈恩惠的感觉 这种东西 尽量避免使用 虽然他带有所谓的 给长辈的意思在 但是这个东西 日本人是 很少 很少在用 所以 我们几乎 看不到 差し上げる 这个字 所以 例子 非常的少 几乎找不到 为什么 不用 因为你这样用 就会让 长辈觉得 你给我好处 日本人绝对 不会接受 这样的讲法的 所以 这个时候 要怎么样 用 就是要用 おに なる 最近于那种用法 这样 了解吗 所以 这里面 尽量少用的 只有一个 就是 差し上げる 其他都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 要注意 就是说 你对别人 讲自己家人 给我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 我跟你 你们讲说 我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都是 我爸爸 给我钱 念书的 本来 爸爸 给我是 长辈 给我 足以是 爸爸 应该是 别人 给我 所以 应该用 くださる 才对 对不对 但是 各位要记得 只要 我是在 对别人 讲 自己家人的时候 绝对不能用 くださる 只能用くれる 或者 あげる 我给我的父母亲 我也是用 あげる 表示 降低 自己的身份 让 别人 呈现 高 的状态 就这样的感觉 所以 我用 もらう 对不对 或者是 くれる 都可以 我得到 好处 都是用 もらう 跟くれる 这样的 用法 基本的概念 是这边 这第一个阶段 必须要了解 受受动词的 基本定义 跟概念 谁做动作 不会因为 K型 再加受受动词 和改变 各位要记得 这个很重要 可以吗 到这边为止 有没有问题 可以听得懂吗 可以 好 接着 我再讲 第二阶段 加一个K 再加受受动词 的这种用法 前面再加一个 动词 K 再加受受动词 的话 他仍然保持 受受动词 原来的概念 他基本的概念 不会动的 我给别人 别人给我 我从别人那边 拿到 谁是动作 都清清楚楚的 我只要听到 Kudasaru 一定是别人给我 而且是长辈给我 我只要听到 Kurelu 一定是 平辈或晚辈 别人给我 我是接受者 好 我只要听到 Morau 跟 Iradaku 我也是接受者 但是 动作是 我从别人那边 得到 那我上次讲过 Kurelu 跟Morau 最大的不同 在哪里 Kurelu 是别人 主动给我 Morau 是我请托 我拜托 他说 天气很热 可不可以给我一杯水 这个是Morau 天气很热 像今天 天气很热 我没有讲话 别人 亲自 主动的 拿了一杯水 给我 我就要讲 Kurelu 这样了解 所以Kurelu 跟Morau的差别 在这个地方 同样得到好处的 都是谁 我 这样了解 好 再来多一个 Te Te Ageru Te Kurelu Te Morau Te Itadaku Te Kudasaru 都一样 我问你 Kudasai 是谁的动作 动作者是谁 对方 对不对 一定是对方 别人的动作 哭开头 我讲过 所以一定 动作者一定是别人 对不对 先生は 弟弟に 放我 くださった 对不对 老师 给弟弟 书 单纯的 受受动词 对不对 那现在前面多了一个动词 一般的动词 K型 你把受受动词 以看成一般动词 来看待的时候 我问同学 一般动词加动词 要用什么型 K型 就是K型 对不对 不用K型 就是要用Mass型 但是那个已经变成什么 出了个动词了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一样 用这种概念 来看待的时候 是不是 我一般动词把它变成贴型 再加受受动词 其实意思是不变的 唯一的区别在哪里 前面这个贴型 前面这个贴型 他基本上 动作先做 做完以后 在后面这个动作 所以比如说 老师去买的书 送给弟弟 买书给弟弟 先买 再给 对不对 这样工学懂了吗 先生は 弟弟に本を買ってくださる 对不对 买书给 买给弟弟 了解了吗 所以他不会受意识 不会受影响 动作则 完全取决于受受动词 这个字 而跟一般动词 没有关系的 可以吗 这样可以听懂吗 可以 像是不是 其实很简单 他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各位一定要把 受受动词 这1234567 守备 谁给谁 要非常非常清楚 因为这个部分 在日文的小说 日剧动漫里面 你永远脱离不了 这几个字 尤其在走进N2N1 高级日文的世界里面去 更必须要彻底了解 你才有办法体会到 里面的用法 要不然你绝对没有办法 可以吗 好 我现在举例子给你看 好 谢谢 我们讲过 单纯的受受动词 其实并不难 真正难的是在哪里 他加上死亿被动的时候 这一种东西才会复杂化 为什么他才会复杂化 等我们学到死亿动词的 一个转换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的困难点 我们先把受受动词 先讲 你看 我看这边有没有 他这个都没有弄这个 好 没有关系 来 同学看 这样字体大小可以看得见吗 有没有同学会看不清楚 没有 可以看见 好 可以看见就OK 好 各位看 我们刚刚讲 日文 日文 动作者 动作者的注词 是用挖 对不对 呈现出来 间接对象用你 直接对象用挖 后面可以加受受动词 死亿跟被动 为什么受受动词 可以跟死亿被动 混在一起使用 就是因为 他们的竹构 是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你在学受受动词的时候 就等于接着 为死亿动词 跟被动词做铺路 所以你看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里面 一般在使用受受动词的时候 我尼我的标准结构 就是他的最基本句型 好 我们看第一个句子 我得西娃 同摩达子 你 我哪有 过去是 第一个 我是动作者 同摩达子 是对象 拿到 我从朋友那边 对象 拿到什么东西 花 我拿到的是花 间接我从朋友的手中 间接对象 所以这个 等于 我得西娃 同摩达子 卡拉 哈拿我 摩达子 各位要记得 这个 从哪里得到 这个时候可以把 你 转换成 卡拉 只有这个地方可以 剩下的都不行 剩下的全部都只能用 你 只有这个地方 让各位先了解一下 好 各位再看下面的例子 我们只看 只看那个就好 瘦瘦动词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运用而已 这个没有什么 直接动作的而已 好 各位看这个 各位看 我把他标记给同学看 动作者 我把他标记给同学看 我把他标记给同学看 我把他标记得到 什么东西 字典 我从别人那边得到 所以 这个没有问题 动作者是谁 谁得到 在这边 我得到 我得到 摩拉五是我嘛 摩拉五一定是我的动作嘛 对不对 好 再来 各位看被动式的 各位看这个被动式的 有没有 一样挖 好 彼女は 被骂了 本来是变成 变成 第一变化 加上 对不对 所以被动式 他 被科长骂了 好 同学注意 我问你 谁骂人 科长骂人 对 这边是科长骂人 科长的 住址是什么 me 有没有看到 注意 好 再看下面 十一 这个是十一才对 为什么会大被动 这个还是被动 下面才对是十一 好 我们再看下面十一的 同学看 母は 子供に 民禁欧 是不是也是 蜂蜜欧的句型 食べさせました 死意 使人家做什么 让人家做什么 对不对 我问同学 谁吃 可多么吃 对 可多么吃 这边 谁骂 科长骂 有没有发现到 被动跟死意的真正动作者是谁 你的位置 对 这个要很注意很注意 就因为他是这样 那我问同学 受受动词 动作者是哪一个住址的位置 挖 挖的位置 是不是 有没有看到 受受动词一定是挖的位置 但是 死意跟被动 真正的动作者 都在哪里的位置 所以我们经常会 弄得乱七八糟 原因就在这边 因为 足于 真正的动作者 不是挖的位置 而是捏的位置 所以 真正难懂 并不是在于 并不是在于 受受动词 而是在 死意加受受的时候 就麻烦了 到底 谁是真正的动作者 就会造成很大的混乱 因为 一下子捏 一下子挖 到底 哪一个是 哪一个 就会乱掉 这个就是 我一直跟各位讲 他 难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要把这三个 并在一起谈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才要跟各位 讲的重点 就在这个地方 你在学 死意 受受 被动的时候 要一起学 这个如果你能够一起学 就比较能够把它 合在一起考量 就比较不会跑掉 所以你看 受受动词真正的动作者 就是挖的位置 被动是死意 是真正的动作者 就是尼的位置 所以你看 他们全部都是挖尼欧 挖尼欧的句型 这个也是 你注意看 挖 尼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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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只要有对项物 就会出现欧的 这个东西 这个是 自动词 这个是 为什么他没有欧 这个就是因为他是自动词 这个为什么多了一个欧 就因为他是 他动词的动作 所以 哭是 他动词 欧 是动词 所以他就变成 这样的差异跑出来 同样是被动是 一个 直接 被骂 所以 没有欧 没有牵扯到其他东西 这个有牵扯到其他东西 当然就必须要欧 直接对象 被破坏 掉的是什么东西 是贴代而不是人 这个要特别注意 这样 可以了解了吗 不要把这个想太复杂 请说 如果是后面改成 爬背骨 爬背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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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可以了吗 你要变成 爬背骨押押 才可以 对对对 爬背骨押 意思就是一样的吗 要用背骨押 爬背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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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吃 对给他吃对 你这个情绪 剧情上这样是没有错 但是问题在哪里 我刚刚讲过 压入这个字 一做的时候 代表什么意思 摄像动词代表什么 从给对方好处 或者得到占便宜这样 对 得到好处嘛 那我问你 为什么他要用食欲 让他吃 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小孩子喜不喜欢吃红萝卜 不喜欢 不喜欢就不能用压力 这样了解吗 他是很痛苦 很痛苦的吃下去 不是很高兴的吃下去 这样了解了吗 了解了解 所以各位要记得 得到好处 为什么我要 一直强调得到好处 因为这个就是 瘦瘦动词的精髓所在 而食欲 基本上都是 要人家去做 不喜欢做的事情 食欲的基本前提是这样 不舒服的是 负面的情绪 用食欲 正面的情绪 用瘦瘦 这个基本的概念 这样是不是在分类上面 就简单很多 可以了解了吗 可以 文法结构上 这样完全没错 但是这是不是得到好处 绝对不是 小朋友很少喜欢吃红萝卜的 所以他才会刻意去强调这个 这样了解了 可以吗 还有没有问题 刚刚提出问题的同学 这样可以 大概了解一下了吗 可以 可以 谢谢老师 如果是第三者给第三者 那掌评之间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用法 一样 我跟各位讲 我们绝对经常看到 第三者对第三者的给 接受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判断 谁能够代表我 这个位置的问题 对不对 好 我要告诉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两个第三者 哪一个跟我比较接近 他就可以代表我 比如说 弟弟 从老师那边 拿到书 我问你 我问你 弟弟代表我 还是老师代表我 弟弟 当然 弟弟跟我比较亲近 所以他可以代表我 好 我两个朋友 他那个山跟 哪干木那山 我如果把哪干木那山 写成 我达西的位置 就代表哪干木那山 跟我比较怎么样 亲近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在用每一个字的时候 他所代表的意涵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了解这些基本原则 大概你就不会跑掉 这样 可以了解吗 了解 谢谢 老师 总有 总有就是 这两个朋友都比一样的关系的话 那我要怎么用 自己决定 不可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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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能两个朋友一样对待 不可能的 可是你也有一个 在某种程度上 跟你比较亲近 你自己要怎么样 把它摆在那个位置上面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概念 这样了解 我的意思是 假如你不想让别人觉得 你对某个朋友 不要用我天惨的感觉的话 那我的意思是说 我要让别人觉得 我四字眼好像都会跑 同样关系这样子 同样关系 那你就不要用瘦瘦动词 你用瘦瘦动词一定会有死 所谓的瘦瘦动词 基本上就是有 长六 亲疏的关系在 绝对有 知道吗 那你就不要用瘦瘦动词 就简单 就是直接用动作就解决 了解 了解 所以各位要记住 主要谈到瘦瘦动词 第一个概念 你要讲 我得到好处 所以我给别人的时候 为什么长辈不用 就是会让人家误以为 你把我这个长辈当什么 你给我好处 那种感觉 你这个人太狂妄 会有那一种 作物的印象留下来 绝对不好 知道吗 所以 尽量不要用 可以的话 根本就不要用 坦白跟各位讲 我从来没用过 可是 那不能 不要用那要怎么讲 就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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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就可以了 我送给你 那样是最尽敬的用法 了解吗 好 谢谢 我们不是学过 最近语是 第二变化 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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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样就等于 最近于 我直接用动作 加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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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人家捧得高高的 他一定很爽 就这么简单 可以吗 请说 从别人拿到的时候 老师为什么用双箭头来表示 因为我从别人那边绕回来啊 这个给是我直接给你嘛 别人直接给我 所以用单箭头啊 因为这个我本来是要画这样 你看我 我的帽子 我本来一大大股 我一般在上课我是画这样的 画一个回转回来的 但是因为 那个 那个什么 呃 握得这一种 这样画 因为你是接受者 所以受死还是你啊 所以我 他洗 没有 祖宇还是我啊 祖宇是我 OK 我从 长辈那边得到 是不是绕一圈 是不是 我出去再回来嘛 对不对 我的动作是 我从你那边拿回来嘛 了解 所以我才用双箭头 好 谢谢 这样了解 这只是标记而已 这不用在意 我以前一般都是用画的啦 我画给你看 来给同学看一下 我一般 在教这个部分的时候 如果用版书 我一定是这样的 我给平背 这平背 我给长辈 我给晚辈 同学可以这样画 对不对 平背给我 长辈给我 晚辈给我 你只要这样画过一次 你就懂了 我通常这边都会用点 这就是挖的位置嘛 对不对 所以我通常都会这样 我是挖 给长辈 平背 晚辈 你 我给他们东西 哦 对不对 好 相对的 长辈 平背 晚辈 是挖 这个时候 我就变成了你 他们直接给我东西 就是哦 对不对 好 再来最后这一个 好 这边 还是我 我通常都会画这样 这样 有没有 我从这边拿到 这个是 我会写在这里面 我从平背那边拿到 我从晚辈那边拿到 谁得到 我 这边谁得到 我 箭头最后的归组点都在我 这边的归组点在哪里 别人 有没有看到 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什么 还有这个 这个是 差し上げる 上げる 压る 我讲过 别人给我都是哭开头 くださる くれる くれる 很好背 对不对 这边都是哭开头 好 现在还有一个 いただく くださる 差し上げる 这三个字 还有一个功用 就是 最近于的功用 所谓最近于的功用是什么 我问同学 いただく 是谦逊于还是尊敬于 谦逊还尊敬 谦逊 为什么 动作者是谁 动作者是我 所以他一定是谦逊于吗 我对别人用的最近于一定是我是动作者的话 我一定要表示客气吗 那 くださる 动作者是谁 动作者是谁 动作者是对方 长辈嘛 所以这个是尊敬于还是谦逊于 对别人表示尊敬嘛 对不对 好 再来 如果真的用到 差し上げる 差し上げる 尊敬于还是谦逊于 谦逊于 为什么谦逊于 因为动作者是我 对没有错 所以同学要知道哦 这三个字其中还代表着这样的意涵在的 谦逊尊敬谦逊 还有这个刚刚讲过 这个也是哇嘛 动作者也是我 这边你嘛 对不对 我从别人那边得到什么东西哦嘛 样是不是哇尼哦哇尼哦哇尼哦的概念 这样 在讲的时候是不是比较容易了解 但是因为 PPT 没有办法像他画成这样 应该可以的 只是我画不出来 所以我才用双箭头来做代表 让同学了解这个基本的用法 可以吗 这样可以了解了吗 这个图我待会会拍给各位 我的卡片里面也有啦 但是基本上 因为这个是版书的时候 才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我待会会拍下来 传到群组给各位做参考 好不好 这样更容易懂 可以吗 还有没问题 老师你说你的卡片 我出新的卡片吗 我以前买的二十张里面没有这个 哎 旧的 旧的里面有 旧的 好 新的没有啊 没有新的 我现在还没有出新的 最近又找到很多 很值得出 做成卡片的内容哦 我一直都没有时间 这个卡片的第十一章 十一章就是瘦瘦动词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是把它切开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哦 有了 十一之二 有没有 十一之二 你再看一下 那一个就是 我把它切开两个图 一个接受 一个给 那是以前的思考逻辑 现在新的逻辑 我是把它放在一起 你也可以把它弄成这样 完全没有问题 哦 可以吗 其他同学还没有问题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要让同学学会 在以往我也很少教 刚刚讲过 动词的部分 可以哦 现在同学可以看到 我的这个 拉里拉扎的字 一大堆这个 有没有 同学看 动词的判断的 这个地方 从现在开始 我希望同学学会 任何一个动词一出来 你必须要练习 这三种判断 第一个 因为这三个 影响到 所有日文句子的结构 跟运用 解读 在动词的部分里面 最关键的 三种样态 任何一个动词 都有这 三种 形态存在 第一个 瞬间动词 对持续动词 第二个 自动词 对他动词 第三个 意志动词 对非意志动词 所以 我是希望 从现在开始 慢慢训练各位 任何一个字一出来 我就要练习判断 他到底是瞬间动词 还是持续动词 他是自动词 还是他动词 他是意志动词 还是非意志动词 这里面 我要简单 说明一下的 任何一个动词出来 绝对 可以把它拿来做这三种的分类 什么叫瞬间动词 什么叫持续动词 瞬间动词就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动作一做 他就马上结束了 像起床 睡觉 开始 开始 结束 这个动作 一讲 就结束了 这个都叫做瞬间动词 什么叫持续动词 基本的判断 我现在告诉各位的都是基本判断的原则 什么叫做持续动词 持续动词就是说你在做这件事 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会同样的动作一直重复 比如说看书 你会一直重复 做看的这个动作 这个就是持续动词 跑步 你会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那个就同样的动作 那个就叫做持续动词 可以吗 瞬间动词跟持续动词 在一样分类 同学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就告诉我 我这样讲 你听不懂 我在讲什么内容 一定要告诉我 因为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牵制到日文所有的巨构的判断跟分类 所以一定要弄懂这三个 因为这个是今天在上课的时候 不小心 讲一讲 就跟同学在解说 同学问到问题 开始在解说这些东西的时候 挖掘出一大堆问题出来 我待会再跟你讲 为什么这个那么重要 好 第二个 第一个没有问题 瞬间持续 大概可以知道 第二个 自动踏动 任何一个单字 动词一出来 一定可以分为自动 或者踏动 有些动词比较特殊 它同时兼具自动踏动 这个时候怎么办 随便你用 因为它兼具两者 它不会错的 那个根本不用记 所以什么是自动 什么是踏动 分类的基本方法 我的方法是这样 同学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你也可以讲出来 自动词 就相当于英文的不极物动词 它动词就相当于英文的极物动词 但是这样讲 对英文好的同学 它马上就可以理解 对英文不好的同学 还是不理解 反正更糊涂 所以简单来说 我的分法大概是这样 只要是自然现象 自然界的现象 全部都是自动词 不用怀疑 自然界的现象 全部都是自动词 像下雨 吹风 花开 鸟叫 这个都是自动词 不用怀疑 好 什么是它动词 除了自然现象之外 有些动作 我在做的时候 会牵涉到 别的东西的话 那个就是它动词 不会牵涉到 不会用到其他的物品 的话 那个就是自动词 比如说 走路 阿路 不会用到其他的物品 那个 当然是自动词 阿路 对不对 跑步 当然是自动词 了解 不会用到其他东西 吃这个动作 吃这个动作 一定有东西让我吃 会牵涉到其他东西 这个东西可以替换的 更是它动词 基本判断的方法之一 举个例子 读 幽默 这个动作 我可以读书 我可以读小说 我可以读杂志 读什么 这个东西可以替换 也就是我在做 这个动作的时候 有对象物 那个就是他动词 没有对象物的 就是自动词 有没有问题 这里面 同学里面 有哪个同学 英文比较好 你可以解释一下 集物跟不集物 跟我这样讲 有什么不同 没有 分享一下 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集物有授词 对 不集物没有授词 是 现在的问题就是 授词这个东西 有很多人没有办法了解 知道吗 如果没有授词 日文的授词很简单 就是欧欧 对不对 没有欧欧的就是自动词 有欧欧的就是他动词 所以日文的 欧欧加自动词 欧欧加他动词 这个就是所谓的 受词的概念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当我看到任何一个动词 出现的时候 我怎么样判断它是自动他动 我怎么样从翻例里面 我就知道他是自动还是他动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边 不要看授词 这个欧欧的概念 有什么更简单的判断方式 我不知道 因为我英文不好 我没有办法用英文的概念 来让同学们更简单的 了解到自动他动的分类 因为我们在判断的时候 台湾的学生经常会被卡在这个地方 我举个例子 听音乐 自动来搭动的问题 听这个动作 搭动 搭动 是他动 但是台湾的有些神经常就转不过来 他认为听 我自己在听 我又没有动其他的东西 了解吗 他也没有用其他人物品 但是为什么他搭动 因为音乐 我可以听音乐 我可以听收音机 我可以听广播 我可以听很多 有的没有的东西 对不对 我可以听丛林鸟叫 因为对象物 有对象物 所以我们的概念里面 听我自己在做 我又没有牵扯到其他东西 为什么他是他动 我不是自动 有学生就会卡住 真的 真的 对象物理论 我可以听说 意志動詞的話 就是人為可以控制的 人為不可以控制的 就是非意志動詞 對不對 對 沒有錯 我的想法也是這樣 一模一樣 好 我先再問同學 為什麼意志動詞 跟非意志動詞 這麼重要 不區分 難道不行嗎 好 我問同學最簡單的 是意志動詞 還是非意志動詞 意志動詞 好 一字動詞 我問你 代曰 紗古 一字動詞還是非意志動詞 非意志 好 我再問你 是意志動詞 這個非意志動詞 他的可能性怎麼變 可能性 沒有可能性 對 很好 各位要記住 非意志動詞 不能有可能性 所以這個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關鍵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 我們一看到動詞 就很直覺想到 這五段動詞 好 可能動詞就是 殺掉 對不對 不對 沒有這個字 他在文法上 我們直覺的反射 就馬上可以知道 他動詞 有沒有 動詞 他的可能性 五段動詞 就用第四邊話 加入 上下段動詞 去路 加 拉雷路 就結束了 好 那我再問你 拉雷路的可能性 怎麼弄 他要拉雷路 阿美 阿美 拉雷路 對不對 對 什麼翻譯 食べ拉雷路 能夠吃 能夠吃 或者敢吃 我敢吃生魚片 刺身米 拉 食べ拉雷路 對不對 好 我可不可以講 花が咲ける 花可能開 不行 不行 當然不行 為什麼 因為 那不是人可以控制的 所謂的 可能不可能 全部取決於哪裡 我個人 能夠不能夠做 我才能夠判斷 對不對 這個非意志 非意志動詞 你根本沒有辦法變成可能性的 所以這個要很小心很小心的 問題就在這邊 這樣了解嗎 還有一個 我問你同學 拖 假定型 把 這兩個 有什麼不一樣 拖跟八有什麼不一樣 拖是一定會發生 對 那八呢 不一定 拖跟八基本上 這兩個基本上都是一定會發生 拖跟八是必然會有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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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跟八是人為控制 對 拖是 自然現象 八多半都是人為 人為的就牽涉到什麼 意思 對不對 所以後面才會加一些 像什麼 八才可以加什麼 我們講過 請拖 不打賽 對不對 請 請你做什麼 這個 你可以請花開 你又不是 含那賽 記記記 對不對 你怎麼請花開 不可能的 含那賽 加這種制度的時候 絕對是用八 還有 拖 拖 這一種 全部都是只能用八 那是不是跟這個意志動詞 非意志動詞一樣 這樣了解了嗎 我希望同學去注意喔 這些乍看之下是小問題 但是當你會判斷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大不同 因為它影響太大 一定是什麼 要 對自動詞才可以加可能性 這個一定要記住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所有能夠不能夠 可不可以 行不行 全部都是 人為的行為 才可以用可能性的 這個要很小心很小心 要解喔 好 我現在隨便舉個例子 哈西魯好了 來 同學告訴我 哈西魯這個單字 你按照一二三 第一個 它是瞬間動詞 還是持續動詞 不要講阿西魯啦 卡古好了 寫 來 它是 瞬間持續 自動它動 抑制 非日 第一個 瞬間 還持續 瞬間還持續 持續 持續 好 持續 然後 它是 它動詞 它動 動 好 它動 對不對 來 再來 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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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好 再來 走 跑步 來 第一個 持續 瞬間 持續 持續 好 再來 它動 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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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自動 來 抑制 非日 抑制 抑制 很好 好 同學看 你說老師 判斷這個 幹什麼 我曾經在 表示時間的 住詞 跟同學們 講過 我們講過 瞬間動詞 加 抑制 的時候 代表什麼 瞬間動詞 加抑制 代表什麼 持續 動作 持續 的動作 或者是狀態 好 那 持續 動詞 正在進行 變成了什麼 正在進行 正在進行 好 再來 轉 我們講過 加加自動詞 對不對 多加 它動詞 沒有問題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兩個 一樣 好 這個再轉 變成了 加 加 加 自動詞 加 KR 對不對 自動詞 好 這個轉為一樣 加 加 加 他动词再加黑阿鲁的句型 好 我问同学 这个代表什么 动词加黑阿鲁的句型 眼前的状态 好 眼前的状态 对不对 那下面他动词呢 有人做过之后所呈现的状态 好 其实可以这样说 都是眼前的状态 这两个都可以归类为 所谓的眼前的状态 不管怎么讲 有些文法书 有些老师的教法 他会讲结果 对不对 你所看到的结果 是不是也是眼前最后的状态 概念是一样 我要各位了解的 就是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边 提供的问题 一个句子出现 只要牵涉到提供 就有三种可能性 一个表示持续的撞作状态 一个表示正在进行 一个表示 眼前的状态 这个是有持续的 这个只有结果 眼前结果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他的最主要的判断 他的最主要的判断在哪里判断 只要是提供 一定要从哪里来判断 一个句子出来 我怎么样知道 他是眼前的状态 还是这个还是这个 前面有一个嘎 对 这个嘎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 有嘎的 你就用 自动搭动来判断 没有嘎的 全部用 瞬间动词 持续动词来判断 尤其是KRU的时候 举个例子给同学看 刚刚我们讲过 这个 代表 持续 踏动 抑制 对不对 好 举个例子给您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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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看 这两句 唯一的差别 你有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其他全部一模一样 你 我 你 gah的句型 来 哪个同学有兴趣 翻译看看 memoに名前を書いている memoに名前が書いてある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都符合格 这个基本的概念 第一句的话是把名字写在那个名簿上 然后第二句的话是 名字呈现在 在名簿上面是不是 那不是一样 名簿 在名簿 名簿 好这边就是随便举个例子 我们去参加喜宴 对不对 能够我们是都会有名簿吗 给你签名的地方 不一定本子 有些是 那个 一条 布嘛 对不对 红色的布 那这两个 所呈现出来的意思 有什么不同 一个 前面是 请你写上去 请你写上去 哪一句是 请你写上去 那第二句呢 就是这个名簿上面已经有这个名字在上面 这个已经有名字写在上面了 好那我问你 第二句是 他是用哪一个来判定他 他在这边 他是持续还是他动还是抑制 他是持续 好这边用持续 那我希望同学去练习这个 这个很难哦 但是你会了以后 你会发现超好用的 好 那这个是用持续他动还是抑制来判断 他斗洗 他斗洗 好 好 这个都没有关系 好 其他同学 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或是你认为 应该怎么样才对 上面那个 比较像 正在写名字在 名簿上面 正在写名字 好 那正在写名字的时候 他是抑制还是持续还是他动 持续 因为前面 持续 好 有不同的感觉出来 好 持续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用他动 然后来表示 目前状态是目前状态的一个用法 眼前的状态 眼前的状态 要特别注意 面前的状态 表示你看到 名册上面已经有人写了名字 对不对 好 所以 你现在马上发现不对了 所以 这个是对的 刚刚这个是后面同学讲的是对的 特别 特别 这个用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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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他动词 我讲过特别 特别 出现 只要 特别 出现 就表示眼前的状态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呢 哦 表示持续 我讲过 如果不是前面的住词 不是嘎的时候 就要用持续瞬间来思考他 对不对 所以 他基本上 他就变成了 这两个句型 第一个句型 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变成了 我们就知道 他 提供 持续的概念的话 表示 这个 是什么 意思 开提供的动作是怎样的动作 正在进行吗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持续动词加提供表示正在进行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嘛 所以 正在哪里 民部的地方 写什么 名字 那这个呢 在名册上面 写有 他的名字 对不对 那我问各位 比如说 你是跟朋友 一起来的 约好 我们在 宴会厅 签到处 碰面 结果你 到的时候 第一句 的话 他人在哪里 在面前 在面前 干嘛 不是要签名吗 签名 对 他 正在签名 对不对 好 那我问你 这一句 他人在哪里 在餐厅里面了 对 他已经签完名了 他已经早就到了 因为他一直站在那边 也不好意思 所以就走到里面去了 所以我看到 民部上面 已经有他的名字 对不对 所以 老师不好意思 第二句的话 是不是改成 阿达会比较好 阿达 对 就是已经写了在那边 不一定 状态不一定要用过去式 我可以用现在式也没有问题 我当下看到了 他已经写在上面了 有写着没有问题 这没有问题 牛马达当然也没有问题 这个不会受到影响 因为状态没有动作的 所谓的过去现在的问题 基本上不会很强烈 两个都可以 我现在只要 让同学们先学会 我怎么样判断 这样的句子 他的动作在哪里 人 呈现什么样的状况 你可以从这边看到什么 看到那个人 虽然这没有写 但是你是不是从这边 就可以知道 那个人 现在在哪里 对不对 第一句 人在哪里 签到处前面 正在写 正在写名字 他比我早到一点点而已 对不对 那第二句 他早就到了 都已经签完名 人在里面休息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讲的 读到句子的后面 所以当你能够了解 这样的结构的时候 各位看 这三种判了分类的动词架构 你马上就可以判断出很多东西出来 好 我再问同学 卡古这个字的可能性 怎么变 卡克鲁 对 我可以成立 可以 为什么可以成立 它是什么动词 异智动词 我马上就可以判断 它有没有可能性 是不是 我可不可以把它变成假定型 卡卡吧 假如写的话 你的字就会变漂亮 卡卡吧 你就是你妈的 肯定可以成立 对不对 也就是在告诉各位 只要是一支动词 必然成立的时候 我当然就可以用吧 知道吗 所以 为什么我希望 各位从现在开始 看到任何一个动词 你就开始练习 这三种不同架构的动词形态 以后你对动词的敏感度 就会不一样 老师 请问一下 如果是不一系动词的话 他有那个可能性跟那个 另外一个 雷八的形态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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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的话 他一定用拖 有没有 哈鲁尼那鲁都 一到春天 哈鲁尼那萨克 春天一到 印花就开 那是 开这个动作 绝对不是一字动词的 對不對 变 也是非一字动词的 所以他才会用拖 可是如果他讲 樱花如果开了 我就要去日本 對啊 那是假定型可以的 哦 好 謝謝 那個是一字的 是我要去日本 對不對 嗯 對對對 所以 這兩個 我們 他有些句子是兩個 都可以成立的 我我舉個例子給你看 我講的意思就是說 假定型 如果用拖的話是 一定要自然現象的 非一字的 非人力可以控制 才能用拖 人力可以控制的 我當然 是用吧 對不對 那有些單字 我兩個都可以用哦 我舉個例子給你看 你就懂了 因為這裡很低 地勢很低 所以一下雨 就會積水 就會積水 哦 就會積水 一樣的概念 如果是這樣 阿妹 阿妹 阿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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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就用它比較順 就是這麼簡單了解嗎 所以不是每個都只有唯一 有些特定的狀況像這個都有前提講清楚了 它就沒有這樣的限制 所以為什麼我不希望各位去死背所有的劇情就在這個地方 你即使備註了這些基本的變化跟概念 很熟練的還是會有撞牆的時候 因為還是會存在類似這樣的兩者都可以成立的特殊狀況 因為有前提的限制 這邊是因為去過於卡拉 所以這種狀態下 就沒有所謂的自然現象或非自然現象 這個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 下雨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 非一致的我一樣可以用 知道嗎 這個就很討厭了 所以要怎麼樣 我還是希望各位多賭大量賭 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基本原則是這樣沒錯 但是碰到特殊的時候我們就必須要把它記起來 這個東西沒有辦法 所有的語言因為語言是活的 各種狀態都有可能出現 我們怎麼樣去運用這才是真正比較重要 而運用的過程裡面 唯一的方法就是大量閱讀 你不大量閱讀 誰都沒有辦法去做判斷 可以嗎 還沒有問題 老師 像用托跟用八 他在那個魚感上面 是有什麼不一樣嗎 沒有 沒有沒有很大的差異 托的話 基本上托跟八 托跟八兩個都是 結果都會要必然成立才可以 我的意思是說像托的話 他是不是有點要有提醒的意味 就是說你要小心就是 一下雨的時候就容易積水那種感覺 然後八的話只是 就是陳述就是說 有下雨的話 然後就會積水 有這樣子的雨感嗎 這個雨感 完全要看前後劇的連結 像在這邊 當然有你所講的那種感覺 這邊只要一下雨就會積水 提醒要小心 也就是說 這邊只要一下雨就會積水 你要多多注意 這邊是假如有下雨的話 才會積水沒有下雨就好好的 而且這個假如下雨 這邊帶有一點可能下到某種程度的 魚才會積水嘛 這邊只要一下雨就積水 每個人解讀的那種 會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會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這邊的概念就是 拖的話 意思很有可能就是說 一下雨就積水管理魚下的大小 這邊是假如下雨的話 要相當程度才會積水 都有可能 所以很難 坦白講很難 他這邊拖八 能夠區別的 只有一個基本的概念就是 拖跟八 後面的結果是必然會出現的 也就是說不管魚大魚小 只要有下雨 這邊就會積水 這個拖的話帶有立刻比較強烈的感覺 一下雨就積水 馬上下馬上積的感覺 這邊後面的就是說 假如有下雨 就有可能會積水的感覺 他沒有那麼肯定的感覺 他跟說春天一到 花就會開 櫻花就開 那是必然很強烈的一種 自然的肯定 對 因為自然現象那是肯定的 對不對 那如果用八 那假如到春天 櫻花就會開 可不可能不開的 有 會有可能不開 因為今年天氣比較快 提早開了 或者是延後開了 都有可能啊 那個就能用假定型 但是假定型的時候後面 那個動作會不會出現 會 還是會出現 只是遲早就這樣而已嘛 知道嗎 那拖的話就是 那肯定的感覺比較強烈 就這樣 好 謝謝老師 這樣了解 還有沒有問題 老師我請教一個問題 請說 像我用微本裡有一些字典 網路的字典 微本裡或有goo 然後把一些動詞放上去查 它並不會顯示 並不會說它是 持續或者是 瞬間 然後自動或塌動 這是 比如說我們 對於一個字 我們需要透過中文的意思 然後去感受它這個字的 用法嗎 不用 其實不用 你直接從動 動詞本身去感受 一般字典 我要告訴各位的 持續瞬間 以及抑制 基本上它都不會標示的 一般的字典 它只會這樣標示 比如說 kaku kaku它是 他動詞 對不對 它是他動詞 沒錯嘛 五段還上下段 五段 對 所以它通常會寫這樣 要不就是什麼 他 然後寫 一姐 他一 這樣知道嗎 這是代表什麼意思 他動詞 五段 他一的意思是代表什麼 他動詞 一類 一類就是五段 二類就是上下段 三類就是咖遍殺遍 就這樣 這樣了解嗎 至於意志動詞 持續動詞 所有的字典都不會標示 所以我才希望 同學練習去感覺 這兩個一定要練習 那你說用中文的感覺好不好 不好 為什麼 中文會跟日文 有些判斷是有落差的 隨便舉個例子 中文會跟日文 有些判斷是有落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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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順便 然後 自動還發動 踏動 踏動 再來 一字還非一字 一字 一字 好 對不對 如果 如果 當時我沒有先跟同學講過 蘇姆這個字是 瞬間 我們用中文的概念一定是 持續 對不對 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在判斷 蘇姆這個字絕對是持續 因為我一直住在同一個地方 對不對 但是你把它變成 停留的時候就出現問題了 你看 這個也是在教同學 另外一種判斷的倒推回來的模式 我們同學 如果你把它判斷成 持續動詞的話 你怎麼翻譯 持續動詞 加停留 表示 什麼 正在進行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翻譯 瞬停留要怎麼翻譯 正常 你現在不要想瞬間 他就是 現在假如你是持續動詞 表示正在進行 那你應該怎麼翻譯 正在住 對 我正住在淡水 你會這樣講嗎 不會吧 所以我們講 我住在哪裡 都應該一直講什麼 我一直住在淡水 你才會這樣翻呢 不是嗎 所以從這邊 萬一我不知道 它是瞬間還持續的時候 我把這個套進去 我一樣可以回推回來 對不對 那我問同學 梅魯我也跟你們講過 梅魯就很尷尬了 梅魯你就更難判斷了 好 同學告訴我 梅魯這三種狀態 它是持續來瞬間 瞬間 瞬間 對 一樣瞬間嘛 好 然後 自動發動 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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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自動 好 一字還不可以一字 睡覺你可不可以控制 一字 一字 可以嘛 當然可以啊 一字 好嗎 我問你嘛 是天動詞 現在把它變成寝ている 怎麼翻譯 一直睡啊 一直睡還正在睡 都可以啊 這字 就很尷尬了 他不像 我們一定講一直住在淡水 很好判斷 睡覺 我可以說我一直在睡覺 我正在睡覺 可不可以 都可以啊 在中文的翻譯 絕對沒有問題 了解嗎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用中文來判斷 就會卡在這個地方 問題點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不希望 為什麼我 我跟各位講 你們學到現在的程度 盡可能不要用中文去思考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了解嗎 所以我希望各位去學會的 是這一種感覺 你要知道 在日文的字典裡面 你永遠看不到 意志動詞 跟持續動詞的 你只能看到 自動 他動 以及 一類 二類 三類 或五段 他上一段 下一段 每一本字典 每一本字典不一樣 知道嗎 好 曾經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 哪一本字典比較好 坦白講我從來不 不對勁同學 買字典的 因為 每個人對字典的偏好不一樣 但是最近此本的 我跟同學講過 這本可以考慮 這本不錯 這是我用過的 國語字典 日文解釋 日文裡面 最好的一本字典 明建 國語詞典 將來同學有機會 請日本 可以帶一本回來 這是我用過的 國語字典裡面 講得最清楚 最容易懂 相當相當不錯的 一本字典 這是我日本朋友送我的 那我手邊的這種國語字典 最少有20本 我不騙你 日本有的字典 我幾乎全部都有 但是用用 還是這本最好用 好 我拿它裡面的東西 給各位看 它就是這樣 我把它放大給你看 我看有沒有動詞的部分 好 有沒有 各位看 有沒有這個 師母 這個師母有沒有 字無 字動詞五段 其他後面都沒有寫 了解嗎 所以 這本字典 是不錯的 我是覺得 我用過的字典裡面 我這個是第二版 它現在應該有更新的版本 我這已經用好幾年了 這個 用過以後 我覺得相當不錯 所以 我用過的字典 我來跟各位講 為什麼 盡量不要用中文去思考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它會誤導 絕對會誤導 因為我們會很難判斷 直接練習判斷 以後 碰到任何一個動詞出現的時候 我都希望各位這樣練習 第一個 瞬間持續 第二個自動搭動 第三個 意識非意識 那自動搭動 我曾經在我的卡片裡面 還有很多地方 都有講到自動搭動這個部分 這等 我們下次講到自動搭動 我們再好好來玩一玩 這個要花很多時間的 因為 它比較複雜 這個部分自動搭動 一定要弄懂 因為 你有沒有發現到 每一個單字一出來 它一定會跟你講 它是自動還搭動 再來第二個 它牽著到 加TEL或者 TR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 這個 複雜的地方 是在這邊 所以 我希望各位 也去了解 為什麼 TEL TR 住詞的使用 全部 牽扯在一起 日文所有動詞 我們講過 瞬間動詞 前面的住詞 一定用什麼 MIMA 加瞬間動詞 對不對 那 持續動詞 一定要用什麼 什麼住詞 CALA MADE 加持續動詞 這是我們在講 表示時間的時候 用法 對不對 然後 後半段 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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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拒購 所產生出來的差別 這個地方 一個 表示持續的動作 狀態 一個 表示正在進行 意思是 完全不一樣 那 至於三個TEL 怎麼樣判斷 從前面的住詞 是不是Ga 來做判定 是Ga 一定用自動詞 的概念 來解釋它 不是Ga的 全部用 瞬間持續動詞的概念 來解釋它 這樣就對了 這三個 有 互動關係 然後 各位要記得 一字 非一字 跟自動 他動 有相互之間的關係 但是 並不是 全部 這樣了解嗎 我問同學 非一字動詞 是 自動詞還是他動詞 自動詞 自動詞 那一字動詞 是自動詞 還是他動詞 他動詞 基本上是 這樣判斷 是沒錯 但是 一字動詞裡面 有少部分是自動詞 這個要記住 非一字動詞 絕對都是自動詞 但是 一字動詞裡面 有自動也有他動 一字動詞 一字動詞 絕大多數都是他動詞 沒有錯 所以我才講 這個都是有互動關係 這兩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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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嗎 因為他有 的地方 所以這個一定要 特別特別小心 像什麼樣的字 就是一字動詞 而是自動詞 而是自動詞 跑步 走 自動還是他動 同學告訴我 自動 走 自動 一字還非一字 一字 對 三波四日 自動還是他動 自動 對 一字還非一字 一字 有沒有看到 人的很多舉止行為 它本身就是自動詞 而且它都是一字動詞 所以這個就是我講的 一字動詞不一定等於他動詞 了解了 走路 跑步 爬 跳 這些都是什麼 一字動詞 而且全部都是自動詞 因為他不會牽扯到其他東西 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這個要很小心 他麻煩的地方在這個地方 非一字動詞 基本上就跟同學剛剛講的 全部都是什麼 自動詞 他是 對等的 這個可以講對等 沒有問題 但是這一個就要注意了 這個 有什麼 這個大概有一字動詞 有什麼 多自動詞少 非自動詞等於自動詞 你可以這樣來考量它 應該就沒錯 這樣可以體會嗎 有需那種意志動詞的自動詞 那種詞多嗎 那種動詞多嗎 不多 人的行為很多都是 走路跑步 爬那些都是 全部都是跳 你看爬是哈舞 飛也是啊 飛不是人啊 飛是動物啊 人不會飛啊 人不會飛 你要飛上去不行 這幾個字要記起來 我們人的行為 順便把這幾個動字記起來就可以了 爬 走 跑 跳 全部都是 這都是自動詞 散步 對不對 這都是 自動 浮遊股也是嗎 游泳也是 對不對 這些都算啦 只要沒有牽涉到 其他東西的 其他東西的全部都是自動啊 所以 這些字 人的行為 全部 歸為 這一類嘛 這就是我講的 不能死背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啊 所以我才會講說 像 這種字 很容易 被人家 誤以為是什麼 被人家誤以為是自動詞嘛 對不對 啊 我就自己在吃了 人的行為很多 啊 我自己在聽為什麼是他動詞 所以 這個要解釋的時候很難嘛 所以我才問同學 哪個英文比較好的 有沒有比較 更精準的判斷方法 所謂更精準的判斷方法 那個完全取決於 我的概念裡面 是建立在 有沒有對象物的概念嘛 這個就跟同學講的 有沒有受詞的概念的 問題是一樣的 是不是 那個就是歐的概念嘛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當沒有歐的時候 我怎麼樣去判定 他到底應該是自動還是他動的問題 是不是 這個就比較不容易了 但是這個就是練習嘛 所以 剛剛我也拿字典給同學看了 日文的字典裡面不會出現 一字非一字 不會出現 所謂的持續或瞬間嘛 所以我之前才會跟同學講 日文 判斷 瞬間持續 跟中文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尤其是那兩個字嘛 我講的 跟什麼 所以我要你們把那個背起來嘛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嘛 所以這個部分 我很希望同學多練習 以後 希望各位怎麼樣練習 你看到任何一個動詞 就問自己 他是瞬間還是持續 他是自動還是他動 他是一字還是非一字 你馬上就知道 他很多變化的限制 以及規則 以後你自己在用的時候 就不會用錯 這樣了解嗎 這個為什麼 我寧願今天花那麼多時間 跟各位詳細講解這個 因為他很重要 那絕大多數的參考書 都有講 但是都沒有把它整理在一起 一起講 日文最主要的動詞的概念 就在這三個重點上 瞬間持續 自動打動 以及一字非一字 他有很多變化 很多運用 都會被這六個重點 限制住 他有一定的規範在裡面 當你了解習慣了每一個單字 我知道他是哪一類動詞的時候 怎麼用 你自然就清楚了 因為我們不是日本人 所以我們必須要透過練習 讓自己更清楚的了解到 日文的這一種基本轉換 這個基本轉換會了以後 就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樣的東西 了解嗎 慢慢練習不要急 這些東西絕對需要時間 我也是不斷的 在自我嘗試 這些東西 當你習慣了以後 你會看到不一樣的日文 就這麼簡單 可以嗎 還有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 今天講的 受受動詞 以及 瞬間持續自動 他動 一字會一字 我希望同學 建立起整體的概念 所有的東西 你看 受受動詞 我們在一般的讀本裡面 它分成三課來上 我是一次把它講完 所以必須舉很多很多例子 讓各位去體驗 第二個 受受動詞 最重要的概念 是在哪裡 得到好處 而 它跟它相對的 就是實意 使人家怎麼樣的時候 很多場合 多半都帶有負面情緒 所以正面的受受 負面的實意 概念 建立 以後 在判斷上面 就比較容易了解 這個部分 我希望各位 花一點時間 好 最近 我看了一部日劇 想推薦給同學看 裡面講到的 內容 姑且不論 好不好 但是 非常的溫馨 我希望各位 可以去看一看 它是這個 陸峰堂 要跟同學講的 不是 最主要不是這個故事 而是我要告訴各位的 這就是 所謂的讀音的問題 這部戲劇 它在演的過程裡面 裡面 我有看到 兩集 有客人要進去 這一家 餐廳 這是Kitsapen 是一家日式的Kitsapen 店名就叫做陸峰堂 有兩個日本客人 要進去 到這家店的門口 一看 他唸出來的音 就是這個 Sika Kaede Do 陸 訓讀 Sika 封 Kaita 訓讀 唐 Do 結果 這部片子 正確的名字是 Rogu Odo 是這樣唸的 陰讀 全部陰讀 陸唸成 Log 封唸成 Ho 唐唸成 Do 全部音讀 正確的名字叫 Logu Odo 結果 有兩 兩組日本人 全部唸成Sika Kaede Do 我要傳達的訊息是告訴同學 我們 在學日文漢字 讀音的時候 也經常會跟這兩組客人一樣 我們會搞不清楚 到底應該念陰讀還是訓讀 坦白講 這個問題是無解 為什麼無解 連日本人都會犯同樣的錯誤 更何況我們是外國人 所以不用太在意 這樣了解嗎 也就是 念錯了 理所當然 自然 這個就是我經常跟各位講的 我們 台灣人 每個人 連中文都會念錯 你何況是日文 所以不用太在意 一個字兩個字的錯誤 比較重要的 比較重要的 是這樣 我希望同學記住 露這個字 一出來 你就能夠知道 它的訓讀叫Sika 它的音讀就叫Logu 這樣就好了 這個 你了解這個之後 我知道 陰讀加陰讀 我就可以拼湊出很多新的單字 比如說 Logu就變成Logunekang 日本很有名的大政時期 Democracy 日本現代化 最重要的移動建築物 就叫做陸民館 有一本小說 就叫做Logunekang 他就是在講 描寫 大政 明治末期 大政到昭和初起 日本人跟西洋人 往來最重要的 一間接待外賓的大樓 就叫做陸民館 這個就是 啟動日本現代化 最重要的移動建築物 這個不能不知道 Logunekang 同學有興趣 下課以後 上網查一下 陸民館是什麼東西 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所以這些東西 比較重要是這個 好 如果是Kaete這個字 我問同學 Kaete怎麼念 其他的念法 其他的念法 你看到楓 訓讀怎麼念 呼 呼 是陰讀 不是呼 剛剛已經有了 呼 呼 他的陰讀是呼 那他的訓讀呢 我要訓讀 他學過的字 怎麼不可以忘掉 訓讀 欸欸欸 這個字還會有問題喔 你的名字 不會啦 不認識 同學嘛 有沒有看到 這個 摩米子也可以寫成這個字喔 不過這個字已經不是 現在不用了 沒有這個字喔 找不到這個字 這個也可以唸成摩米子 沒有錯 等於紅葉 紅葉的陰讀怎麼唸 來 好 有 很好 好 剛剛 瘋這個字 訓讀就是摩米子跟Kaete 要不就念成Ko Yo 要不就念成Ho 來 我們同學 Kaete跟摩米子有什麼不一樣 Kaete這個字 基本上 通常都是 用在人民 比較多 像劉川峰 灌籃高手的劉川峰 摩米子 通常是用來用在楓葉 紅葉 這個時候使用 指霧這個東西 了解喔 好 順便再問同學 這邊的管 Kaeng 對不對 他的陰讀 念Kaeng 來訓讀怎麼唸 我希望同學做這個練習 因為這個比較重要 你每個字都會 你還擔心 念對念錯 訓讀訓讀管 你們學過這個音會的 想看看 Yakata Yakata 是指什麼 女館這一種 Kaete 是用在地名 還有這一種 用法 所以 這個 是用在地名 比較特殊的 比較特殊的 好 再來 Kaeng 我已經把他握 Kaeng 我已經把他握 好 好 我已經把他握 我跟同學講過 在日文所有的單字裡面 真正不要背的 很難背的是人民跟地面 真的不好記 你說像韓館這種字 你根本要背起來都很難 儘管我相信這一般裡面 絕大多數的人都去過韓館 因為日本三大有名的夜景之一 沒有去過這邊看夜景 實在太可惜了 人生一輩子最少要去看一次 這個地方的夜景是全世界三大著名的夜景之一 怎麼可以不看 對不對 但是我們去到這邊 往往因為有漢字的關係 我們就習慣講韓館韓館韓館 而污略掉了單字的重要線 所以我比較希望各位 以後去到日本 就盡量全部記日文 地名尤其是地名 因為它很難 還有像類似這一種 入民館 入民館這一種有名的建築物 有名的地方 那個名稱可以寄 盡量寄 寄越多越好 因為這些東西多半都是遜毒 所以那些字 對你在組合單字上面 幫助會很大 像坦白講 這個Yakata 這是非常難的字 被一百遍也會忘掉 真的會忘掉 不常用 不常用的字 忘掉就算了 你沒有辦法 所有字都記住 不會 查字典就好了 現在字典很方便 手機按一按 所有單字就全部出來 等下課以後 我順便拿一個東西給同學看 那個 我再傳給各位 那個是 最近一個日本老師給我的 一個學習日文音調的 那個網頁 那個網頁 非常的方便 你只要把句子 貼到他的 那個網頁固定的框框裡面 他會自動把整個句子 所有的音調全部標示在上面 各位可以上去玩一玩 我待會再把那個網址 傳給各位做參考 那個 那個東西 對於音調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參考看看 你要怎麼樣練習 你說老師 那個 音調出來 我也不會念 你可以怎麼樣 把 比如說 網路上 有的 網路上 有的 朗讀的 句子 內容 你把他的文章 你把他的文章 複製下來 貼到那個上面去 你就可以看到 不一樣的東西 這樣了解嗎 所謂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所謂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他那裡面 他那裡面的內容 你了解他的音階以後 你就跟著網路上有的 朗讀的聲調 跟著他唸 這樣 就可以 唸得更堅準 好 這個網頁蠻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這個 可不可以分享給同學 等一下 我試看看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 我的畫面是 那個 那個什麼 LINE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好 我弄給同學看 如果可以的話 這樣我試看看 希望可以 這個 同學現在可以看到這個嗎 可以 可以 好 我隨便從他這邊 複製一小段就好 複製一小段 我先把它複製下來 待會貼 可以 好 同學看 這邊有很多功能 你都不要管它 這個 你就打這個就可以了 OJ AD 我發現這裡面應該 其他的語言也都可以用 你看 這邊有 有 反體中文 中文 中文 德文 其他的語言都有 那就不用管 你就選這個 韻律 這個 這個 這個就好 可以 同學看 點進去 它是不是有一個框框 有沒有 現在你們可以看到這個框框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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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貼上去 貼上 剛剛那個 對不對 好 然後這邊可以設定 你要用上級什麼的 你自己可以 設定 設定完以後 就按 執行 有沒有 執行 好 過去看 有沒有看到 整個 這個就是它的音調 瞭解了嗎 這就是 這個東京教育 東大教育 發明的 這一種 標音法 這個是 一般字典裡面的標音法 階梯式的 但是它加上這個 更厲害 你就按照它的高低 這樣跟著念 就可以了 了解嗎 好 這個就是 這個 你看這邊 東大 研究所 工學系研究所 這個 東松研究院 它免費提供 分享出來的 這個地方 一句話 它就會出現這樣 所以 它就按照 這邊 基本的 讀音 這樣 讀下來 我不知道 它這個 可不可以直接 朗讀 我還沒有 玩得很透 這個部分 就是 標音出來 為什麼 我希望各位 去找 有錄音檔的內容 然後 像它這樣 把它標示出來 它就會 一個字 一個字 幫你標音 標的這麼清楚 有沒有看到 所以 這個 現在 的學習 已經有 很多 很多 很有趣的 軟體 可以運用 我希望各位 擅加利用 你看 它把 這樣的 短短的一句話 漢字 所以 你看 你看 日本語 母語 日本語 母語 和聲 東京 母語 母語 方言 三秀優 你 就這樣 你就知道 這個地方 我就要平板 再降下來 你 母 我 使用 いただけます 就這樣 就 使用 いただけます 這邊再降下來 你按照這個最高 母 有沒有 母 拉高 母 降下來 母 再提高 母 再下來 和聲 母 再降下來 再提高 東京 有沒有 就這樣 你慢慢去練習 看久了 如果你要調整你的音調 用這樣來練習 有一個參照的基準 會學的更好更快 下課以後 我再把這個分享給同學 不用擔心 可以嗎 這個就是我告訴各位 現在的學習 不能只靠課本 很多東西 都是我們學習 以及運用的工具 各位必須不斷不斷的去接受 各種可能性 像這個 我也是在告訴各位 今天講的單字的問題 以及 動詞的概念 甚至於前面講的 受受動詞的 種概念整理 我都希望各位 慢慢的改變 慢慢的進步 這些東西 養成習慣以後 我相信會進步的更快 更好 可以嗎 還沒有什麼問題 老師 你聽到我講話嗎 有 請說 那我請教你一下 你那個 我不曉得可不可以 你那個漢字出來 然後用哪一個軟體 就可以把那個標音標出來 因為我現在看文章 主要看到漢字 不會讀的話 我就停掉了 好 你看 我現在是不是 你現在是不是有看到 現代化這三個字 是是是 那你看 我先把它mark起來 用電腦把它mark起來 對不對 是是 然後 上面不是有一個中華民國的中 上面中華民國 我這邊滑鼠往上 這邊有沒有中 這邊有一個A ABC的A 有沒有 有沒有 你注意看我的滑鼠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箭頭 有沒有 現代化 有有有有一個 好 你看 我這個滑鼠箭頭往上 它是不是變成一個I的字 在跑 對對 好 跑到這邊 這邊是不是有A 這個 A的旁邊是不是有一個中華民國的中 因為我現在在台南 我在台南 他用手機好像沒有看到 哦 他沒有Word檔就沒有辦法用那個了 手機沒有辦法轉換成這個處理 手機沒有辦法轉換 還有平板也沒辦法 好 那我看下個禮拜 我 我再那個 再來請教老師好了 可以 我現場操作一次給你看 你用電腦 好 謝謝 你在家是用電腦嗎 對對對 OK 那我下禮拜再教你沒有關係 好 謝謝老師 或者是你私底下 跟我講我教你也都沒有關係 好不好 非常謝謝 不外婆鬼這應該的 好 其他東西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有嗎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要再提醒同學 這部影片各位可以看一看 它是很溫馨 你會發現到很多很好吃的東西 全部在裡面 最重要 其實那部影片是卡通嗎 不是 真人連的 四個小男生 我剛剛看是卡通 也有找到有人的 有真人的 這個真人的 Netflix也有 各位可以進去看 就打這三個字就有了 知道 第二個 今天講的 動詞的三種分類 希望同學從現在開始 要不斷的提醒自己 每一個動詞一出來 你要練習判斷 練習 最後一個 使用 動詞 跟 所謂瘦瘦動詞的 基本差別在哪裡 動詞 做 動詞 動詞 動詞